體能檢測社會來 送你運動智慧表 發放時間是9月23日到10月3日 我們都有完整的每個據點 時間都有排 有176個據點跟27個衛生所 沒有領到沒關係 我們會在個別電話約時間 看什麼時間 方便 我們會再來發這個錶 這個禮表資格 剛才已經有問了 因為體驗的檢測幾乎都已經完成了 所以你只要帶健保卡就好 那不要擔心說 癌症篩檢還沒做完 或是健康檢查還沒做完 先領表 那你寫個健康管理的同意書 我們之後呢 問人所會幫他安排 所以我們預估 所有的長者你都可以順利的領到這個手錶 這個智慧表實際上是結合我們最新的這些物聯網的概念 部件基地台來做這支手錶 它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它不用經過手機 然後這支手錶 它裡面的功能 它是有GPS 還有就是有相關的 心跳總部這個直呼器 所以你戴上這支手錶 它就會針對你在戶外的活動 這智慧表是針對要監測你在戶外活動的整個體能狀況 所以戶外活動的時候 它就會監測紀錄 然後自動會上傳 你在我們的平台上可以看到說 你在過去這個禮拜 你們去過西湖了 又到這個 去鹿港拜媽祖 就看到那個路線 所以它實際上是有這個GPS的功能 所以我們是預計在下禮拜一開始 問人所發放 那每位我們當初 只要有接受體質檢測的這些我們的長輩 都會接到我們的通知電話 你就利用 我們有規定那個時間去領表 那個時間如果不行也沒關係 我們利用後來打電話給你們約一時間 總共全線預計在兩個禮拜 我們會有兩百個以上的這個點 來發放這個智慧表 智慧表發放之後 我們預計在十月份的中旬 會有一個月的競賽 競賽辦法會再跟大家公布 然後也會有獎品來鼓勵我們這些老人 多運動 所以希望大家 配合我們的時間來做這個領表的一個程序 領表主要就是帶健保卡 然後我們會有個通知單 之前做體質檢測都有通知單 那你依照那個時間 那健保卡是要查說 你有沒有完成那些蓋完整的癌症散檢跟健檢 沒有完成也沒關係 我們會先讓你寫一個健康管理的統計書 錶就先領了 後面會請衛生所幫你安排時間 完成你該做的檢查 設置就是一萬支 因為這是經濟部的專案計畫 也是一個示範計畫 等於是第一次在一個現金內有這麼大規模的 基地台的部件跟一萬支手錶 也要來看看說 這樣的一個工具 對以後我們的老人來照顧自己健康 那效果怎麼樣 它對大家的健康跟提升的檢測也沒有幫忙 所以它實際上是一個示範的計畫 希望大家也來參與 手錶使用的話 因為畢竟它是科技產品 所以我們也用口訣 比如說你這個 右上角 右上角 開關還是 右上角 左一按兩下 左一按兩下 就是回到這個開關 然後按幾下會看心跳 我們有個口訣 到時候在發放手錶的時候 也會教我們的長者使用 通常這種科技工具 應該就是要幾個充電 所以有些 我們這次提示的檢測有調查 大概四成的長者有用手機 有用手機充電 大家大概就用手機了 那沒有的部分呢 一個是請家屬幫忙 那不然我們在設計據點 也有整排的充電的設備 不給據點 你就利用來據點共餐的時候 就可以來做充電 我們那個插槽特別提供十幾個插槽 一次可以讓那麼多人一起充電 這手錶有什麼功能 它可以記錄心率 然後還有步數跟距離 哦 步數跟距離 對 最基本就是可以很大的顯示時間 是 需要充電嗎 需要 它後面有充電線 充電孔 可以接USB 然後 或是到 接插座 這樣充電 好 再放吧 哦 很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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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lowship 謝謝 發文 士